今天又刮大风了 我就躲在车里跟大家聊聊天吧 我们这个农场被誉为沙漠绿洲 就是周边几乎都是隔壁滩 所以在最早的时候 这里被誉为是自然监狱 最早是很多过来劳动改造的人 会待在这里干活 然后也会有一些志愿大西北的人会过来 外面这些很粗的杨树 就是他们种下的 然后这些很多的杨树 也都是斜着往上找的 因为这边的风沙确实比较大 但是这两年好多了 你看我夏天拍的视频 蓝天白云像世外桃源一样 所以我就有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就是享福了 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 认识到那么多外地的你们 然后可以把我们这边的地方 包括好东西宣传出去 真的特别特别幸运 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样的 普普通通的高原农场生活